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喉哥经过努力抢到了八角扇 却山不灭火焰山大火 观音就告诉大家 铁扇公主婚姻不幸 需要找到铁扇公主的真心眼泪 才能熄灭这大火 喉哥穿越到了五百年前 成为了一只普通的猴子 没有了法力 正好铁扇和牛魔王闹分手 铁扇公主的妹妹铁锤告诉喉哥 想要拿到真心眼泪 必须抢回八角扇 而此时老牛将八角扇 送给了小三狐狸精 铁扇带着猴哥想要回八角扇 牛魔王说 我们俩都分手了 毁绝了铁扇 伤心的铁扇在猴哥的安慰下 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猴哥去找牛魔王到扇子 差点被牛哥给掐死 在这危急关头 铁扇的香好白毛过来吓跑了牛魔王 吓得牛角都直了 白毛带着猴哥来到了腰界红灯区 眼看又发生点什么 举法大队来了 众妖都被带走了 另一边 狐狸精也和老牛摊牌了 说和牛魔王在一起 只是为了八角扇 根本不爱老牛啊 此时的老牛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想起了前面有的好啊 老牛为了挽回铁扇的心 竟然唱起了凤凰传奇的神曲 娘子 不会再让你受伤 娘子 天下美女多如云 娘子 我就独爱你一人 娘子 在神曲的攻击下 铁扇马上春心荡漾受不了了 而我们的猴哥 果断成了备胎呀 吃群的猴哥对铁扇念念不忘 决定要把山崖上的泥马花 摘下来送给铁扇 成亲的晚上 白毛混了进去 将泥马花送给了铁扇 而猴哥自己去找狐狸精的爹 老狐狸去抢芭蕾 没有法力的猴哥被老狐狸打得比血直流啊 铁扇被尼马花感动 来救猴哥 结果被老狐狸拿了双杀 两人患难见真情 猴哥和嫂子双双流下了真爱的眼泪 激活了尼马花 原来 花中封存着猴哥的记忆 猴哥瞬间买了六把打野刀 几下就把这个野区小boss给打死了 猴哥也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知道自己不能和嫂子在一起 两人就依依不舍的离别 看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小编还有一点点的感动呢 随后猴哥就跟随唐僧去西天取经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听说点赞关注的朋友都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 迎娶白富美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